身为八七子弟,纳兰姓德虽从小就练习骑射,但身体却一直很弱,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 长年后,纳兰接连遭遇了两件大事,更是将他推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那么,这会是两件什么事情?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缘多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纳兰出神豪门,有着令人呈现的荣耀地位,但拥有锦衣玉石物质生活的纳兰,在精神世界中却常常愁绪满怀,非常痛苦。 我是人间愁畅客,知居合适,泪纵横。 长期哀怀怅的心情,也给纳兰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纳兰是巴奇子弟,从小练习骑射的他,身体理应很强壮才对,但纳兰却从小体弱多病。 后来有人指出,正是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才导致了他的多情多病,并为他情深不受的结局,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纳兰成年之后,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更是将纳兰彻底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那么这回是哪两件事呢? 年轻的纳兰将会遭遇怎样的情感波折和挡机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格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纳兰公子荣若啊,他在概括自己一生的时候,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 那从他这样的词句啊,我们会发现,这位相门翩翩公子,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而是泡在伤心的泪水里面长大的。 这样一位出身厢门的富家公子,怎么会偏偏以惆怅之笔来写惆怅之情,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 我以为啊,纳兰他之所以会成为人间惆怅客,千古伤心词人啊,有主观和客观的两方面原因。 其中呢,主观言语就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从小多病的体质,第二点,是他多情善感的天性。 对这两大缺点,我们姑且称之为缺点啊,纳兰自己是承认的,所以他说自己是多情自顾缘多病。 在纳兰的词里面啊,还多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句子,病起心情恶,而今病相深秋,同是奄奄多病人。 这就说明在纳兰的一生当中啊,多病一直是他心理上面的巨大包袱。 哎,大家可能就会想了,纳兰这样一位富家公子怎么会多病呢? 纳兰呢,是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当时是满族刚刚入关没多久,非常重视啊,贵族子弟的文武双修。 那我们可能都知道,按照规定,八旗子弟是必须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的。 据记载,他是上马驰猎,拓弓做霹雳生,无补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骑马打猎的时候啊,这个弓箭拉得噼里啪啦响,百发百中。 这个威猛的样子啊,简直是帅呆了。 而且,按照纳兰家族的这个财富来看,他应该是山珍海味,人参燕窝,应有尽有的。 这样的人,身体应该是背败才对呀,他怎么会从小多病呢? 我个人觉得,纳兰的多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多情善感。 纳兰啊,甚至还给自己刻了一枚弦章。 这枚章上就只写了四个字,自伤情多。 说明纳兰对自己多情跟多病这两大缺点,他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 那这里就有个很大的矛盾啊,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出身相门,受到很正统的儒家的教育。 他是早年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雄心伯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可是呢,多情和多病呢,又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那么多情多病的伤心词人和雄心伯伯的相门公子,这一点矛盾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啊,作为相门公子纳兰他的雄心伯伯。 那之前我讲到过,纳兰的这个一生啊,都是在他的父亲明珠的事业,这个蒸蒸日上的阶段度过的。 明珠作为全清朝野的一代名相,精明强悍。 这个人啊,不是一个什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是一个贪污纳慧的这样一个人。 根据青史稿的记载,纳兰明珠家里的财富多到了什么程度呢? 说是浮贵不斥,祸慧山鸡。 也就是说,明珠收受的贿赂很多。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这种奇珍异宝的东西。 一放到明珠家里去,那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了。 那这些个奇珍异宝在他们家堆的到处都是。 还有一个记载,说明珠每年米费合营,大半分肥。 这是说他贪污,拿工价的钱填私人的腰包,利用这个制和的工程款中饱私囊。 有了这种贪婪的手段和心思,明珠家里田场风营,日进陡金,那就不过分了。 所以我想到一个词,用来形容这个明珠家里的财富,叫做富可敌国。 从小就目睹了奢华的物质生活和父亲的贪婪。 年轻的纳兰性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闷和压抑。 对纳兰而言,这是父亲的选择,并非她的追求。 虽然从小体负多病,年轻的纳兰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她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实力,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梦想。 那么对年轻的纳兰来说,讨未来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在纳兰的青少年时代,她一度有过两大梦想。 这两大梦想是什么呢? 第一,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 第二,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 那我们先来看,她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的梦想。 这个风流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气质风流,一个是事业风流。 那我们先来看她的气质风流。 大家知道,纳兰早年曾经把自己的这个词作整理,勘印出来。 她给自己的词集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侧帽词。 侧帽是什么意思呢? 就头上戴着这个帽子,戴歪了,没有戴正。 那纳兰为什么要取一个侧帽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呢? 这里要给大家讲到一个小故事。 原来她起侧帽是有一个原因的。 这个原因来自她的最好的朋友,顾真观。 顾真观呢,自是梁芬,所以又成为顾梁芬,是无锡人。 她比纳兰呢,是大十八岁。 顾真观来到京城的时候,她和纳兰相识,两个人呢是一见亲心,成为望年之交。 这一年呢,纳兰是二十二岁,顾真观呢,是四十岁。 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顾真观到京城之前呢,曾经给自己画过一幅画像。 而且呢,还为这个画像专门写了一首美影词。 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说,侧帽青山,风韵依然。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幅画像当中啊,顾真观头上的这个帽子呢,是歪戴着的。 纳兰看到朋友的这首词,还有这幅画像呢,特别喜欢。 他也专门为顾真观的这幅画像啊,也提了一首词,这就是纳兰的成名之作。 金吕曲,提顾良分,侧帽头糊涂。 纳兰就是凭借这首词,一句成名天下之的。 在这首词里面啊,纳兰一开始就是掷地有声的奇句。 德也狂生而,偶然间滋成金国,巫医门第。 什么意思啊? 德也狂生而,德是纳兰的自称,因为它是纳兰信德嘛。 他说我纳兰信德本来就是一介狂生啊。 可是没奈何,我就偏偏生在了北京这样的京城,生活在了巫医门第,生活在了贵族门第。 大家看,这首词一出来,气势就是酣畅淋漓的。 那我们可能知道,词本来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 比较柔媚的,比较婉约的,很有女人味的。 而纳兰这首词啊,就一反词的柔媚形象,还显示出那种心气极势的豪迈。 而且这首词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一个相门公子啊,知名度很高。 他的一举一动啊,都会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对象。 所以他跟顾真观成为知己好朋友之后,很多人就纷纷议论了。 他说你顾真观这样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你怎么敢高攀上纳兰这样的相门公子呢? 那对待这样的猜忌和议论,纳兰在这首词当中也做出了回答。 他是这样说的,身世悠悠何族问,冷笑置之而已。 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些猜忌议论,犯什么呢? 我对待这些议论只有六个字,冷笑置之而已。 这说明啊,他看中的是他跟朋友之间的深情厚义。 至于什么门第的悬说啊,这个满汉之间的距离啊,他都不在乎。 所以这首词在当时人看来,作为一个相门公子,写这样一首词是显得很叛逆,很另类的。 所以这首词一出来,当时这个京城里的人啊,是竞相传钞。 受欢迎的程度呢,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洛阳纸贵。 那就在同一年,纳兰把自己这个早年的词作整理,勘印出来,就用他的这首成名作,策冒词,作为他词集的名称了。 按照儒家的传统要求,一个君子的形象应该是正义官。 纳兰出身豪门,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语。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相门公子,为什么会独独欣赏策冒这样的另类形象? 甚至选择策冒作为自己的词集名? 策冒一词,究竟有什么来历呢? 其实啊,策冒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北朝有一个叫独孤性的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人呢,有三绝,第一绝,才华盖世,聪明过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名士,既善于骑射,还富有文才。 就是文武双全,两大绝活。 不过啊,独孤性啊,还有一个更绝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他还是一个资荣爵士的美男子,据说呢,长的是貌似攀安。 所以独孤性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偶像派兼实力派的明星人物。 有很多粉丝,这些粉丝的疯狂的去崇拜他,甚至是模仿他的一举一动。 据说这个独孤性在秦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出城去打猎,傍晚的时候呢,赶回城。 因为回城的这个路上是急急忙忙的嘛,一阵风就突然刮过来,把他的帽子呢,给吹歪了。 独孤性当时是赶着回家,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特别有意思,第二天早上,独孤性一打开家门,走出去,发现什么了? 发现全城的男人头上的帽子全部是歪戴着的。 大家看看,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所以啊,独孤性啊,就是那个时候引领时代潮流的风流人物。 那后来很多诗人啊,词人啊,就特别喜欢用独孤性,策茂啊这个典故,来自命风流,或者呢是夸别人风流。 策茂词这个词记的命名就可以证明, 纳兰他也是一个自诩,英俊潇洒,貌似潘安,风流俊矣的这样一位,文人雅士。 纳兰早年的第二个梦想呢,就是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 纳兰早年呢,也是想走学而忧则士的正途。 他17岁就进入了最高学府,国子健来读书。 18岁就中了举人,应该说这个发展的势头是很强劲的。 所以当时纳兰的名声啊,就这样在京城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 大家都在议论,说太傅明珠的儿子啊,真不是一般人啊。 我们看啊,要是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纳兰的前途呢,应该是不可限量的。 因为我们说成功的三大要素,纳兰他已经具备了。 第一,发展平台。 第二,他个人出众的才华。 第三,渴望出人头地的信心和雄心。 然而纳兰的人生啊,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一帆风顺的下去,而是出现了很多变数。 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就连续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打击。 那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啊,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性格当中呢,会有一些缺点就会被掩盖。 但是一旦遭遇了重要的挫折和打击,这个缺点,他就可能会被充分的暴露出来。 而年轻时候的这两次打击啊,正是纳兰多情自古缘多病的天性的集中爆发。 我们知道古人有这么四句话,说人生啊,有四大乐事。 哪四大乐事? 九汉逢甘霖,他乡欲故之,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那反过来,人生的几大悲剧啊,也可能就正好在这四大乐事的反面。 比如说,刻骨铭心的爱过之后,没有洞房花竹,偏偏呢,是劳艳纷飞。 再比如说,寒窗苦读之后,没有金榜提名,相反,是名落孙山。 纳兰姓额有出身,有才华,无论是干一番雄心勃勃的大事业,还是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他都完全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纳兰天性多情敏感,心性极高,不久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他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波重大打击。 那么在年轻的纳兰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件,就是他年轻时候初恋的失败。 在纳兰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过一段缠绵翡翠的初恋,而且他写过很多动人的词句来描写这段初恋。 可能是因为这些句子写得太动人了,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无数的猜测,猜什么的?猜他恋爱的对象到底是谁? 所以大家就众说纷纭,议论开来,有人说呢,纳兰恋爱的对象是他的表妹,就有点像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关系。 还有人说呢,他的初恋情人是他纳兰府上的丫鬟,就有点像贾宝玉跟习人的关系。 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的初恋情人到底是表妹还是丫鬟,我也不好瞎猜。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初恋情人一定是他少年时代身边特别亲近的人。 纳兰曾经写过一首词,《病云松令》,这首词呢,很可能就是为了他的初恋情人来写的。 整寒香花尽漏,一月相逢,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并酒,产地梨花,彻夜东风寿。 夜迎平垂脆袖,何处吹枭,默默情微豆,长段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 这首词呢,是纳兰早年的词作,从情调来看,很可能是为怀念初恋而写的。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我们习惯用豆蔻来比喻未婚的青春少女。 而且红豆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花蕊是两半并密的,所以也用来形容两情相悦。 纳兰在这首词里面描述的就是一场非常浪漫的图景。 他和恋人在黄昏的夕阳下相依相微,续黄昏后,在那里悄悄地说着情话,默默情微豆,表现正是这种少男少女,出色爱和,他又想表露又很害羞的这样一种情感。 据说,这段初恋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谈婚论嫁可能是他们私下的承诺,也可能是获得了家庭的首肯。 可是啊,这段初恋并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顺利地发展下去,而是中途夭折了。 为什么会夭折? 确切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呢,坊间有很多猜测,有两个猜测,是这个记得有鼻子有眼的。 有人说啊,他们分手的原因是纳兰的表妹被选上了秀女,进宫呢,成了康熙皇帝的妃子。 这个问题可就闹大了。 谁敢跟皇帝去抢女人,那不是要掉脑袋的事吗? 可是这样,尽管两人分手了,不能证明情感就断了呀。 纳兰据说是相思成疾,为了想见恋人一面啊,想了很多办法。 还终于给她等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康熙的皇后病逝的时候,不是有喇嘛要进宫做法事吗? 这个纳兰呢,就偷偷的贿赂了喇嘛,借了一身袈裟,混到这个喇嘛队伍里面进宫去, 偷偷的见了恋人一面。 我们看这个猜测啊,是足够浪漫,足够大胆的。 但是我个人呢,是有疑问的。 作为明珠的长子,纳兰她有没有这样的胆量, 甘冒天下之大部位,去跟皇帝的女人优惠? 做出这样一种不忠不孝的事来,我个人呢,是持怀疑态度的。 于是啊,就有另外一种猜测了,说纳兰的初恋情人呢,是她府上的丫鬟, 他们分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地悬殊,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呢,得不到家长的同意。 我觉得呢,这个猜测比较靠谱。 后来因为这个家庭的反对,纳兰跟猎人是不得不分手, 而猎人被赶出纳兰府之后呢,走投无路,成了出家人, 守着这个青灯黄眷啊,凄凉的过着下半辈子。 这样一段初恋的失败,应该说也是成了纳兰后半生啊, 一种难以释怀的隐痛。 所以她才会发出无奈的感慨啊, 月似当时,人似当时。 今天的月亮还一如既往的皎洁明亮, 可是她的恋人还能像从前一样美丽多情吗? 她还能像从前一样深深地爱着自己,并且思念自己吗? 这段感情的失败带给纳兰的这个打击是相当之大的。 而且她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如果这个丫鬟是汉族人的话, 那纳兰跟她的这个爱情啊, 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清朝一直到乾隆年间, 才废除了满汉不能通婚的禁令。 也就是说, 在康熙年, 满族贵族子弟是不能娶汉族女子为妻的。 所以年轻的贵族公子纳兰, 她绝对不可能冒着这个朝廷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娶一个汉族女子为妻。 我们说纳兰她再叛逆, 再另类, 她也必须得在这个道德跟法律的范围之内, 才去叛逆。 所以这段恋情的夭折, 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 这个必然的结果, 还是给纳兰带来了很深的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 还伴随着她不断的悔恨和自责。 在一个人情感记忆中, 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初恋。 对于敏感多情的纳兰来说, 尤其如此, 虽然贵为相门公子, 她也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心爱的人离她远去。 纳兰的心被掏空了, 初恋的失败带来的彻骨之痛, 不断地折磨着纳兰那颗脆弱的心。 恋人的离去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首首七万哀怨的爱情词, 在纳兰的笔端涌现, 记录下来她初恋受挫后的痛苦记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打开金鸣上河图, 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 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 店铺里卖的是什么, 当年的人们吃什么, 喝什么。 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 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新名上河读宋朝, 敬请关注。 那来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词, 表达的情感很可能就是对初恋的悔恨和自责。 这首词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木兰花令, 尼古决绝词。 词是这样写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是秋风飞华山, 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一边。 离山雨霸, 清宵伴, 泪雨淋淋, 钟薄愿, 何如薄信锦衣郎, 彼翼连之当日愿。 也有人说这首词是纳兰给朋友写的, 但我个人以为呢, 这首词最像是表达初恋情感的词。 词的副标题有决绝两个词, 决绝是断绝关系永不来往的意思。 大家可能记得, 比如像托明卓文君的, 写给司马向如的一首白头银, 就有这样两句, 文君有两意, 不来相决绝。 什么意思啊? 我听说你爱上了别人, 所以呢, 我主动来跟你提出分手。 咱们绝交以后, 你就爱谁爱谁去吧, 我就不管你了。 纳兰这里用决绝这个副标题, 是不是正好是写她跟初恋情人绝交的这样一个场景呢? 而且我们看这首词, 确实它也是模拟被抛弃的女性的口吻来写的。 尤其是第一句啊, 人生若只能初见。 这一句词是整首词里面最平淡, 但是呢, 感情的震撼力又是最强烈的。 我们都知道, 一段感情如果在人的心里面它的分量足够重的话, 那么不管他以后的人生还会经历多少复杂的经历, 初见的那一刹那一定是在他心里是永恒的, 是永远清晰难以忘记的。 而人生的这个初见那一刹那, 往往呢就定格在初次见到梦中情人的第一眼上。 一句人生若只能初见, 一下子呢, 把我们拽到了那个初恋的美好的回忆当中去。 但是, 第二句, 何是秋风非化善? 这一句呢, 马上又把我们从美好的记忆当中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 这句话什么意思? 化善就是扇子。 那我们都知道, 扇子是用来驱赶炎热的。 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是扇子不离手, 让熙熙凉风呢带走炎热。 可是到了秋天, 天气凉了, 扇子呢用不着了, 这个扇子就会被扔到一边, 没有人去踩它。 所以古典的诗词里面经常用扇子这个典故来比喻被冷落, 甚至呢是被抛弃的女性。 在这首词里面还用了一个被抛弃的女性的典故, 那就是离山雨霸清宵般。 这用的是谁的典故呢? 是用的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描写的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 是说这个七夕的时候, 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个离山的华清宫里面, 两个人在山盟海市,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可是山盟海市严犹在尔啊, 马维波事变一爆发, 杨贵妃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据说后来, 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的路上, 在战道上听到这个雨中的铃声, 又勾起了他对杨贵妃的思恋, 就写了著名的曲子雨淋淋。 这就是这首词里面所说的, 泪雨淋淋终不愿。 那当年的山盟海市又怎么样呢? 堂堂一个大堂皇帝, 居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 等贤便却, 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 诗恋可能有很多原因, 那如果这首词确实是写初恋的话, 那我们可以从其中读出很明显的 自责和悔恨的意思来。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纳兰跟初恋情人分手的时候, 一定是经过了一场痛苦的折磨的, 爱人可能会痛哭着, 埋怨纳兰是薄情汉, 是复心人。 因为痴心女子复心汉, 好像是古代爱情的一个通力。 但是这一回我觉得, 这位初恋情人可能真的是错怪纳兰了。 纳兰他不是一个复心汉, 他是一个多情种。 只不过在当时, 十多岁的少年, 他还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像连李隆基这样的大堂皇帝, 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 何况是纳兰呢? 所以在后来, 纳兰写过很多词, 来后悔自己当初的薄情, 和草率, 比如说他写过类似这样的句子, 人道情多, 情转薄, 而今真个悔多情。 我们会发现, 他其实并不后悔自己的多情, 他后悔的是什么呢? 是当初太年轻了, 太草率了。 他说, 方悔从前真草草, 他不能带给心爱的恋人幸福, 他不能够迎娶自己最爱的人成为自己的妻子, 这才是他真正后悔的地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初恋的失败, 令纳兰性德痛苦至极, 但他毕竟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长, 除了可求获得一份真振情感之外, 纳兰还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学识才华, 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再次将纳兰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那么年轻的纳兰, 又将经历怎样的遭遇和打击呢? 孤陋偏逢连夜雨, 纳兰遭遇的第二大人生打击, 就是在他19岁这年的名落孙山。 我们之前提到过, 纳兰的父亲明珠是精通满汉文化, 在康熙初年的时候, 明珠就被提拔为正三品的 最高内务府的总管, 内务府大臣。 康熙十四年, 明珠又调任吏部尚书, 也就是相当于最高的人事机关的领导了。 他掌管了全国文官的像升降啊, 奖罚啊, 任免啊, 等等等等。 那有这样的父亲坐靠山, 再加上纳兰自己的才学, 所以他在小小年纪啊, 十八岁, 应顺天府相试的时候呢, 就顺利的通过了文武两官的考试, 成为了举人。 第二年, 也就是纳兰十九岁的时候, 他又进军最高级别的考试, 会试, 去博取近视公民。 那这次考试呢, 他又是过五官斩六将, 一路绿灯顺利的冲到了最后一关电视。 如果凭他本人的靠山, 他夺一个近视, 甚至有可能状元极地, 都应该是不在话下的。 可是啊, 就在电视的前夕, 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 什么变故呢? 纳兰得了重病。 这个病啊, 据说是叫寒疾, 得了寒疾的人是不能受风寒的。 那如果只是一般的这个风寒感冒倒也罢了, 因为纳兰在最后一关, 他肯定是会轻伤不下火线的。 可是就在电视迫在眉睫的时候, 寒疾彻底地打垮了年轻气盛的纳兰公子。 他一病不起, 眼看着别人缠功折柜, 他只能卧病在床。 纳兰啊, 有两句诗来描写他, 从这种人生成功的巅峰啊, 突然颠落到人生低谷的时候, 那种诗意的心情。 诗是这样写的, 子墨无由, 非革面, 玉阶有梦, 正愁眉。 子墨呢, 就是京城大街的雅称, 而玉阶呢, 就是指皇帝这个镇殿里面的台阶。 那这里是用来象征文武百官, 上朝的这个宫殿了。 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看着别的新科进士啊, 热热闹闹的骑着这个高头大风光的游行, 可是呢, 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的风光。 这个时候, 我本来应该是跟新科进士一起, 在皇帝面前, 在玉阶前啊, 展露我的才华, 可是现在我呢, 只能够震愁眉, 就是整日愁眉紧锁, 比明洛孙山更具悲剧性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寒急, 看上去啊, 只是一次突然的疾病, 但事实上, 他暴露出来的恰好是, 纳兰从小多病的这样一种体质, 而且这种多病的体质啊, 还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会继续成为纳兰成功路上的巨大的障碍。 风流倜傥的雌人纳兰, 雄心勃勃的相门公子纳兰, 偏偏深就这种多情自古原多病的天性, 年轻气盛的少年公子, 在这两次多情和多病的打击下, 几乎是一蹶不振, 一病不起。 不过俗话说得好啊, 心病啊, 还需心药医, 纳兰这一次的一蹶不振啊, 其实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了一位能够医治他心病的良医, 那正是这位宁丹妙药让纳兰起死回生了, 这位良医是谁呢? 下一集啊, 我们再继续走进纳兰的情感世界, 谢谢大家。 在初恋失败和因定放弃电视的双重打击下, 纳兰幸德一度心回忆了, 痛不过看, 而就在这时, 一位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出现彻底驱散了纳兰心中的阴霾,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曙光, 他就是纳兰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爱人卢氏, 那么卢氏是一个怎样的女性, 他的出现究竟会给纳兰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变化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 一生一代一双人。